嗨,大家好,我是坦评书 带着大家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10月10号 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有什么变化 这个俄罗斯军事博主罗曼诺夫声称啊 他是亲俄罗斯的啊,就是俄罗斯的军事博主啊 他说,乌克兰部队目标是2023年10月10日 在赫尔松地区对俄军占领的 奥列时机霍拉普里斯坦和新卡夫沃卡发动攻势 以达到克里米亚边境 那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就应该是10月10号 看看这个罗曼诺夫说的对不对 这乌军啊,在赫尔松这准备的时间也很长 也很充分 10月份呢,在赫尔松这发动进攻 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因为在扎波罗热啊,现在是胶着状态 双方拼得你死我活 但是战线没有太大变化 如果乌军啊,能够在赫尔松渡河 然后从侧面攻击这个扎波罗热防线 这个对俄军啊,就构成了非常大的威胁 我们密切关注 这个是俄军在赫尔松这遭到了乌军的炮击啊 现在的炮战,双方每天都要上演了 赫尔松弹局表示10月8号 俄罗斯对该地区发动了53次袭击 一天内发射了288发炮弹 造成一名平民死亡 另有近20人受伤 炮击这个民用目标啊 这是俄军的拿手好戏啊 俄军实际上已经有这个哈马斯化了 我们再看看这个克里米亚 昨天啊,咱们节目里面说了一句啊 这个乌军用改装的这个S-200啊 打击了克里米亚的叫詹克伊的一个军事基地 那么今天啊,这个打击的效果就已经出来了 乌克兰在10月7号当天对俄罗斯格鲁乌特战基地发动攻击 重大毁灭性袭击,恐怕有内应通风暴行 因为他们的行动和训练都是秘密情形 他们在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执行任务 而为了避免引起注意,基地伪装成普通宿舍 普通的农舍若不是内部有叛徒 就是可能有附近的人注意到他们存在 目前该基地经过打击后已经不复存在 这一下整个的就一窝端了 这个应该是乌克兰的敌后武功队啊,利劳公 他们在到处搜集这个俄军的情报 这个格鲁乌特种部队啊,他非常神秘啊 他们经常是乔装打扮啊,化妆针平民这样的 去执行特殊任务啊,所以一般人不会注意到他们 那么这次他们一起吃饭,好不容易凑齐了 然后导弹过来了,这个确实巧啊,太巧了 说明不正常,恐怕有人通风报信 不过也好啊,这些人就不用再发愁了 再也没有烦恼,成功的成为普京说的耗材 还有16名格鲁乌士兵受伤 希望他们再也不用再返回到战场 我们再看看其他战场啊 截止到7月9号下午18点 在巴赫布特南役克列切耶夫卡东侧 铁路线双方来回争夺 同时使用火炮和无人机打击阵地 从最新战况来看,控制没有太大变化 安德列夫卡村东面铁路线 东侧区域双方的战斗非常激烈 控制权多次一手 在巴赫布特北翼没有地面部队战斗 在扎布罗尔前线啊 10月9日,乌军加大了在科帕尼的进攻力度 根据上午收到的前线消息 乌军已经将战线推进至 科帕尼村东北方向入口 在新布罗克皮夫卡区域 乌军继续分两路从北面和东面进攻 而俄军则在防守的同时也组织了一轮反击 并在村东部区域夺回了几栋 昨天被乌军控制的破房子 在威尔波维区域 双方继续在村西面反复争夺 暂时不分胜负 你看看在这个新布罗克皮夫卡这 一栋房子一栋房子的争夺 这战打成什么样了 所以咱们一直说 这个俄乌双方那都是一步都不能让 在扎布罗尔南线的乌洛然涅 10月9日,普里优特涅区域 乌军分两路 从昨天下午开始 在火炮支援下对俄军阵地发动进攻 俄军使用火炮打击乌军的进攻路线 双方在前线的战斗比较激烈 乌洛然涅南侧 乌军发动的小规模试探性进攻 被俄军击退 新顿列斯克区域 俄军则组织一轮反击 被乌军击退 在库比扬斯克区域 10月9日 俄军继续分兵三路进攻乌军阵地 前线乌军表示 俄军大量使用火炮攻击乌军阵地 地面部队也对乌军防线多次发起进攻 目前双方正在激战 在利曼至克里米纳区域 俄军在马基耶夫卡区域继续保持进攻 并将战线推进了大约500米左右 这是战场的一些情况 大家恐怕还记得 在普里克金 就是瓦格纳撤出巴赫木特的时候 普里克金给俄罗斯正规军 留下了两个大将 所以由他们镇守 乌军就没有办法收复巴赫木特 这两名大将 一个叫利克和比伯 又称莱利克和伯克伯利克 这两人呢 比伯是在8月份已经去军事化了 后面普里克金也坠机 也去军事化了 那么最近几天 这个剩下的叫伯利克 也被乌军击毙 所以瓦格纳留下的三元大将 一个是普里克金 一个是利克和比伯 全部去军事化 这个对巴赫木特的俄军来说 也是不祥之兆 因为巴赫木特的吉祥物 没了 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吉米尔 普京授予太平洋舰队海军多战队 禁卫第155独立海部旅 叫德米特里 尼古拉耶维奇 耶格罗夫 二等兵 授予他俄罗斯联邦英雄称号 那就说明这个二等兵已经去军事化了 因为这个称号是授予死人的 说个耶格罗夫啊 在击退乌军在沃诺玛约尔斯克村进攻的企图时受了致命伤 乌军的攻击伴随着极数弹药的大规模打击 耶格罗夫开始与优势敌军交战向乌军连续开火 消灭了乌军突击队的一部分 并迫使乌军撤退 你看这个明显的就是俄罗斯国防部啊又在造神啊 就是受了重伤的叫耶格罗夫不愿意倒下 一个人啊在那儿完全的抵抗 击退了乌军的进攻啊 消灭了乌军突击的一部分 现在俄军只能靠这种树立英雄啊造神话 来激励这个守在战壕里面的那些俄军 因为在前线的俄军啊 面临的是缺少弹药 缺少休息 缺少龙患 甚至他们的工资啊都发不出来 还要受到善级的这个虐待 士气十分低落 面对乌军的这个轮番进攻 面对乌军的这个叫急速炸弹 他们随时都有崩溃的可能 所以这个俄罗斯国防部啊 只能靠这种虚假宣传造神 事实上啊 在那个诺马约尔斯克这个地方 是归这个俄罗斯海军 叫海部旅115旅 这个我记得当时啊 咱们也报道过 凤凰卫视特约这个记者啊 叫卢语光报道的 当时啊 这个15海部旅抵挡不住乌军啊 所以他们请求啊 呼吁这个俄罗斯的第37坦克团 还是哪个坦克团啊 支援啊 结果这个俄罗斯的坦克啊 不敢上前线 面对这个西方的坦克 所以他们梯同跑路了 导致这个15海部旅的这个防线啊 被乌军攻破 这是凤凰卫视啊 陆语光报道的 所以说这个俄罗斯联邦英雄 叶格罗夫啊 尤其说是被乌克兰人击毙 还不如说是被俄罗斯自己人呢 给出卖了 普京这个时候啊 给他一个俄罗斯联邦英雄的称号 也是为了安抚啊 俄罗斯的这个这些步兵 对吧 俄罗斯这个造谣啊 撒谎啊 不是这一个啊 还有昨天咱们节目里面 也放了一段视频啊 就是俄军的T90M啊 叫突破主战坦克 在敦涅茨克地区 马基夫卡村附近啊 被乌军的翻坦克导断给击中 然后就叫训爆啊 炮塔的不知道飞哪去了 这个可是在乌克兰战场上 俄军最先进的主战坦克 按道理啊 这个辨识度非常高啊 尤其对俄罗斯人来说 俄罗斯人应该一看就知道 这是自家坦克 你就这么一个宝贝哥的 T90M啊 那是吹的神乎其神的 是T90系列最先进的型号 拥有全方位的装甲防护 一流的全天候作战能力 每辆坦克造价是450万美元 使用的是遥控武器战 125毫米主炮 还有这个隔山装甲 这些都是T90M的这个特征 就识别度非常高 结果啊 这个俄罗斯的媒体啊 居然把它宣传成 哈马斯摧毁了以色列的坦克 以色列的主战坦克和这个T90M 那外形啊相差很远 军盲都能看出来 所以你说俄罗斯人这个宣传造假的能力 那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只要自己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把自己的这个T90M坦克 被乌军反坦克导弹摧毁啊 那么惨烈的照片和视频 他配上文字说这是哈马斯摧毁了以色列的主战坦克 这是什么精神啊 还有谣言啊 什么谣言呢 根据乌克兰国防情报局说法啊 说俄罗斯将在乌克兰战斗中缴获的美国和欧盟国家制造的战利品武器 交给了哈马斯武装分子 这是乌克兰国防情报局说的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啊 他说显然以色列人将详细调查流入该地区的武器来源 据他介绍 以色列拥有一切必要的情报技术设施来查明各种武器的来源 佩斯科夫补充称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西方国家运往乌克兰的数十万吨武器 并没有完全留在那里 其中一些武器被世界各地的军火大亨出售 顺便说一句 这些武器会给世界各国和各地区带来致命危险 就是贼喊捉贼 这个佩斯科夫要求以色列赶紧查一查 这个武器从哪来的 他说西方援助乌克兰的武器 很大一部分都没有到乌克兰战场 而是被卖到世界各地了 这个就是典型的贼喊捉贼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可以肯定 这个汉马斯好像今天他也承认了 他说他是从乌克兰得到的这些武器 就是以色列人这一查 很多武器恐怕都是西方的 但是这个武器是怎么到汉马斯手上的 这个就大有文章了 很好查为什么呢 因为武器有编号 对吧 你这样有这个残留啊 对吧 或者是你比如说这个 凡坦克导弹 他都有编号的 有批次 他一查 对吧 这个批次是在哪 应该是送到哪去了 现在怎么跑到汉马斯手上了 所以他很容易查啊 汉马斯手上有这个美国的武器 或者是西方武器 他有几个途径 一个途径就是从阿富汗手上 因为美军撤离阿富汗的时候 是不是遗留了大量的武器啊 连飞机都有 战斗机 直升机 什么武器没有啊 好像是几十亿美金的武器吧 就留在那了 都没带走啊 关人跑了 那这些武器 实际上阿富汗 这个塔利班他用不上 卖掉是最合适的 爆撞一笔 对吧 这就是塔利班怎么卖到 汉马斯手上 这个就不清楚了 第二种途径是什么呢 那就是俄罗斯啊 在乌克兰战场上缴获的 因为他缴获的这个美式武器啊 或者是北约的武器 对俄军来说没有用啊 除了逆向工程啊 就是把它拆下来 研究研究 用不上 所以把它卖给其他国家 或者是援助给这个恐怖组织 他的利益最大化 就像这个在乌克兰战场上 你经常发现那个炮弹上面 写着中国字 或者在乌克兰就是收复的啊 这个俄罗斯的阵地 俄军的阵地上面 他也发现炮弹 或者是排击炮上面标着中文 乌军手上也有 那你能说明就是大国 军事援助了俄罗斯 或者是军事援助了乌克兰 不可能的嘛 这些武器的从哪儿流过去的 谁知道啊 所以说啊 你在哈马斯手上查出来 用的是美国的武器 或者是欧盟的武器 那也不代表是乌克兰援助的 或者是乌克兰卖的 从这个表现上看啊 俄罗斯人这么急着出来 要求这个以色列给个说法 对吧 那个武器到底是谁的 然后这哈马斯跳出来说 这个就是乌克兰给的 你一看这个就不正常 这不就是俄罗斯自导自演的吗 想嫁祸给乌克兰 给乌克兰泼斩水 你看这个梅德维杰夫啊 他已经得出结论了 说北约向乌克兰政权提供的武器 在以色列积极使用 并将继续在所有热电地区 不受控制的使用 你说他为什么能得出这结论呢 是因为他心里有数 因为这些武器就是他们 缴获之后 用向世界过地的 大家再看啊 这个俄军啊 在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上 也玩这个叫俄乌一家亲 搞着各种亲善活动 大家看这个视频啊 这个下方的乌克兰 这是乌克兰cida 这边的乌克兰 你看到乌克兰 但这边是乌克兰 不是 这个俄军士兵啊手里拎着这个袋子里面装的什么东西不太清楚 大概其实是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吧 面粉或者是奶油之类的 总之估计是吃的用的挨家挨户送 但是好像没人响应呢只听着狗叫声 这个让我不禁想起了这个姜文的导演呢 这个电影叫《让子弹飞》里面的场景 这跟收拾黄四郎有什么关系啊 老天爷都能当还收拾不了一个黄四郎 这个不是认识 我也认识 显然啊这个俄军指挥官呢 他是看过这个让子弹飞的 俄军靠这个来收买人心 效果可强而知啊 周一啊 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北约议会大会上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视频讲话中说 巴基斯坦哈马斯组织 与俄罗斯相比较两者一样的邪恶 大家看视频 我认为这个泽伦斯基的评价啊 还是很中肯的很恰当的 你要说自古以来这个地方就是谁的 那你万哪说呢 这个自古古到什么时候 最后就变成考古 对吧 谁考古能力强 谁就占便宜 谁说了算 所以是没有办法自古以来 自古以来都是非常笼统的一个说法 咱们的依照联合国宪章 联合国大会的决议 在这个联合国成立以后啊 各个国家之间达成的协议 这都要承认的 只要是平等的条约啊 如果不平等条约 那你也不会签的 就是联合国成立以后的 具体到俄罗斯和乌克兰 对吧 关注克里米亚 人家是1991年乌克兰独立 俄罗斯是同意的 俄罗斯也签了协议 后来乌克兰放弃核武器 俄罗斯还提供保护 这些条约都是平等的 这个时候对吧 应该以这个1991年条约为准 俄罗斯把这个条约撕毁了 又扯什么啊 自古以来 以前对吧 赫洛晓夫送的 还是什么以前 沙皇时候整来的一大堆的 显然啊 要以这个条约为准绳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占领克里米亚 占领乌东斯格州 就叫侵略 乌克兰是主权国家 俄罗斯也是承认的 如果俄罗斯就一直都不承认 对吧 你乌克兰独立 我就没承认 一直反对 那还另当别论 你也同意了 签了协议 典型的是俄罗斯人 背信欺义 他就是侵略乌克兰 反过来看看巴以冲突 你巴勒斯坦到现在 连国家都不是啊 这联合国大会都没通过啊 就到现在为止还没通过 1947年181决议 容许你叫巴以分治 以色列建立国家 巴勒斯坦也建立国家 是巴勒斯坦不同意啊 后来打了好多战之后 他发现自己吃亏 他又要建国 他建国还是依据这个 跟这个以色列掰扯 问题是你到现在为止 联合国还没承认他 是个国家 那你是个地区啊 你这个地区严格依然说啊 以色列想在这建国 就可以在这建 把全部占了 你都没脾气 因为他是个地区啊 他不是哪个国家的 你从联合国的法理上来看 哪是谁国家啊 你那个是个部落 把你的部落并进来就完了 你没有主权嘛 现在巴勒斯坦人 他争取在联合国的181号决议 这个基础上 要独立建国 他在努力 这个我觉得用和平手段 这是可以的 应该支持 因为毕竟联合国有决议在呢 虽然这个巴勒斯坦人走了弯路 但是你那个决议并没有废除啊 还是有效的 对吧 你不能因为巴勒斯坦人犯了错误 说那个决议咱就不遵守了 这也不对 所以这里面就不涉及 什么以色列侵略巴勒斯坦 什么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 这个都扯不上 所以这是两码事 现在通行的 就是国际法 还有这个联大的决议 如果巴勒斯坦 或者阿拉伯人 觉得自己吃亏 觉得这个以色列在那建国 没有道理 不公平 那你就把联大的决议给推翻掉 这个联大呀 实际上接线跟公司是一样的 大家仔细想一想 他的股东啊 大概190多个 或者200个 就是有独立主权的国家 是股东 只是大股东 小股东而已 一共是190几个吧 然后深压的地区 还没成立国家的 你的股东都不是 你只有听着的份 然后上面一个董事会 董事会就是那五常 他们是董事会 最高权力机构就是联合国大会 对吧 这个190多个国家来投票 你看它运行机制不就这样吗 然后联合国的章程 实际上就是跟公司章程是一样 然后你还讨论什么议题 让联合国大会投票的话 对于这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就安理会 他们来投票 这不就五个国家吗 他们同意了 然后交给联合国大会来审议 投票通过 巴勒斯坦想独立建国 想获得国际认可 就得有三分之二的国家同意 如果这样的话 大家想一想啊 你哈马斯现在做的这一切 实际上就是违背了巴勒斯坦建国 就是对巴勒斯坦建国非常不利 你搞恐怖袭击 本来这个三分之二的国家 应该还差十来个 他现在有130多个国家是同意的 支持他 还差十几个就过了三分之二这个线 你现在你这么一搞恐怖袭击 恐怕你离那个三分之二那个线 越来越远 就是越来越多的国家 可能会反对你 那你说哈马斯搞的这事情 不就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吗 不利于巴勒斯坦建国的 你不建国你哪有主权呢 你主权都没有 如果你阿拉伯人 对吧 那几个国家或者是巴勒斯坦人 你说要把这个以色列赶走 不要在那个巴勒斯坦地区建国 把你赶到非洲去 那你阿拉伯国家你提议啊 让五常同意啊 对吧 投票五常同意了 然后交给联合国大会决议 这现在就是整个世界的规则 一套运行机制 你不服 你得忍着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对吧 你不服 然后你搞武力 那就是恐怖袭击啊 就是恐怖活动 就会招致这个全世界的谴责 所以你这个时候 你跟联合国大会说 自古以来这地方是谁的 有什么用啊 对吧 你说自古以来 这个地球上都倒自古以来 那你住的地方是谁的呢 自古以来那是猴子的 对吧 你得搬到别的星球去吧 没有一个地方是你的 说这么多什么意思呢 就是巴以之间冲突 和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这是两件事情 当年啊 就是181号决议 以色列在那个地方建国 最起劲的就是苏联 我看了一下 有两个国家弃权 一个就是英国 一个就是大国 那今天为什么 俄罗斯又在这里捣乱呢 此一时彼此 当年啊 大家都同意在那儿建国 是因为这个二战的时候 确实是啊 这以色列人被压迫了 就去德国的吧 搞什么集中营 然后这个欧洲啊 这个以色列人 就犹太人呢 又到这儿跑 这中国上海不是 受了好多这个犹太人吗 上海的租界里面 还有都跑到非洲去了 这个二战以后啊 这国际社会得给个说法呀 有三四百万这个犹太人 背井离乡 离开他原来住的地方 再加上有犹太人呢 在这个巴勒斯坦地区 搞这个犹太复国运动 英国人也同意 搞了几年了 也很有绅士 所以最后 这些国际社会啊 就是为了避免麻烦 把这些犹太人安置下来 同意在这个巴勒斯坦 给他复国 这个苏联是重要推手 现在俄罗斯为了在那个地方 制造动乱 为了减轻他的压力 他现在支持哈马斯在那儿搞事 比如说东欧的这些国家啊 波兰的什么杜达呀 这些国家他就认为 以色列被袭击 对俄罗斯有利 因为这样可以分散 抗战联合的注意力 事实上呢 根据报道啊 美国是不是马上把这个 物资啊 还有武器啊 80亿就拨给以色列了 这个势必会影响 对乌克兰的这个军事援助 肯定有影响了 你这样有影响的 对俄罗斯就有利 而且现在油价涨了 应声而涨 谁得利啊 又是俄罗斯得利 所以这不是 图子图上的狮子明摆着的吗 这个时候伊朗啊 支持哈马斯搞这事情 对伊朗有什么好处啊 就是没有直接好处 他根本有间接好处 但是对俄罗斯那儿直接好处 所以我一直觉得 这是俄罗斯千驴啊 伊朗人是八卷子 这个伊朗跟俄罗斯合作啊 迟早是要吃亏的 这伊朗人 到现在执迷不悟 他不知道跟俄罗斯人合作啊 那俄罗斯人不占便宜的 就是吃亏 有网友说啊 说建议啊 说喜欢俄罗斯的 给他送到俄罗斯去 喜欢朝鲜的 给他送到朝鲜去 加特老师这样呢 又喜欢俄罗斯 又喜欢朝鲜 那就在朝鲜啊 待半年 然后在俄罗斯待半年 容许他来回走 喜欢美国的 送到美国去 喜欢这个哈马斯的 给他送到加沙去 如果事关那个倒流啊 或者如果有这个月光宝和啊 这样的话 喜欢文革的 给他送到文革那个时代 喜欢伊核团的 给他送到伊核团那个时代 这样满足他们 但是大部分人会后悔 为什么呢 你比如说啊 送到文革时代的 十一八九是要挨揍啊 就好多人以为到了文革的时候 他会占便宜 他揍别人 拿起武装袋啊 抽别人 他恐怕想不到 十一八九是他要挨抽 把他送到伊核团那个年代啊 恐怕伊核团第一批弄死的就有他 就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他就不满意啊 他说我来 我是来打人的 怎么变成被打呢 到了伊核团那是 我来杀人的 怎么变成被杀呢 这就是那些小粉小红 脑子想不明白的地方 对吧 一旦倒退啊 第一个受害的实际上 就是这些小粉小红 就现在这个时代 他都混不明白 你说到那个时代 他还能混得明白吗 第一批被淘汰掉了 这是送给小粉小红的这个良言 胡锡进老师以前都嗨啊 在以前啊 所谓的公知啊 公知在网上泛滥的时候 那胡锡进老师 那是左派先锋 现在公知被灭掉了 网上没了吗 你看胡锡进老师 现在成了这个 有公知的倾向了啊 网上很多爱国 正能量大卫 天天攻击这个胡锡进 胡锡进老师 恐怕也没想到 他以前攻击 那些公知的时候 他以为自己 永远正确 永远立如不败之地 他哪知道 把公知干完了之后 他就成了公知 家头老师也一样啊 等把这些公知 把胡锡进干掉了 家头老师就成了公知 好 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